如果民進黨想要在南投獲得勝選 他不應該是用抹黑、用空降的方式 而是多一點的在地跟餘、多一點的地方服務 連日來,民進黨每天一個記者會來抹黑、污衊 我們曾經在地為南投奮鬥30年的林明珍縣長 其實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林明珍他過去的經歷、服務南投的時間 在地的政績跟參選的目的都大贏蔡培惠 2012年蔡培惠他還在擔任我們這個 台灣農村政縣的發言人 當時他對我們的馬政府的萊牛進口的時候 講得正正有詞 然後批評得非常的大聲 他在2016年當立委的期間 都曾經表示說 林檢出絕對不是困難的問題 所以他堅決反對任何還有萊劑的美豬跟美牛來進口 他當時在我們的南投縣埔裡的仁愛公園宣講 比出了四個不同意的手勢 他的行動已經講得很清楚 自己已經換了位子 也換了堅持 甚至換了自己的底線 南投人知道誰才是真正正正在地服務的那個人 也就是我們的前縣長林明珍